可以再参考一下云端白板上面的说明 那我再来DEMO一下 这一个模组的话 就是怎么样 把这25个档案 先把它合并成一个o.tst 然后呢并且怎么样 把这25个档案再把它删除掉 所以呢比刚刚再多了两段程式 一段是 就是判断那个o.tst是否存在 OK如果存在的话 那就把它删掉 避免什么 像刚刚一直不断的什么 一直不断的增加那个档案的这个内容 那所以呢我先DEMO一下 这个是做完的 那我们第一段是吧 先把这25个档先合并 然后并且把旧的删掉 所以执行过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是合并成功 里面的档案就剩一个 OK 那另外一段的程式的话 分割 分割的话大概程式大概就9行吧 扩在那个一个注解 那里面的话 就是那个input OS 里面其实就是什么 再把刚刚的o.tst 这个里面的东西 就是把它 就是这个 因为它中间呢 就是都用那个两个换行 当成分割 所以我就用split把它切割 切割之后的话 那里面就会有25个 这个档案 OK 好 那 就是 这个是合并嘛 那如果要分割的话 我先DEMO一下 分割的话呢 我是用split 所以重点 这边有个split 那split的话 后面有一个两个换行 为什么两个换行 因为 其实以后 你只要是有一些特征 这个特征的话 是不会重复的 比如说有人甚至在后面 可以加两个小老鼠符号 或者加一些什么特殊符号 只要是 足以辨识它的 这个每个档案 跟每个档案区隔的位置 都可以 那后来我想到最简单的方法 就两个换行 因为两个换行 不太可能在那个 资料里面有 同时有两个换行 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我就用两个换行 OK 那所以呢 我们在前面布局的时候 输出的时候 就要多增加两个换行 有没有 在这个 第一个三重跟中立中间就两个换行 那这个布局在哪边 其实就在合并的这个地方 我增加了这个Riser Riser C加 有没有 C串接后面就是两个换行 OK 当然这两个换行 你也可以把它改 改成别的注意 可以再思考一下 OK 那我想到最简单 就两个换行 那所以我要把它分割的话 就是利用这个 把它切割开来 放在一个Lis里面 所以切开来的东西的话 变成三重就放在这个串列的第一个 编号为0 第二个的话就中立 编号为1 一直都一推 到可能峰原吧 峰原可能24 有没有 那我只要把串列里面的资料抓出来之后 再把它存一个档 好有没有 所以总共25档就跑25次就好了 最后的话就怎么样 再remove掉那个o就OK了 所以我转一下 这个o还在了 那当我把它转完之后 这个o就不见了 然后就把它分割成25个 资金可不可以看一下 来这边 翻割完成 那你可以看到o就不见了 有没有 就剩下 这25个档案 它层次这样 其实层次真的不多 但是 我觉得只要把它巧妙的应用 很多地方 就瞬间就完成了 当然呢 工作里面 你也不用程式的话 就是土把炼钢 也还是做得出来 只是说呢 你可能要花费的力气会 一定是比较大 尤其是档案越大的话 像如果你的资料是每个 每天都有 一年的话 可能扣掉 那个什么 假日 的话 可能就还有两百多 一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有没有 甚至每一个小时 都产生一个档的话 哇 那不得了了 档案数量这么大 但是有的时候 你可能要制作的是月报表 季报表 年报表 你不可能说 你现在资料是分散状态 你要做出 你要 这有可能要合并 也可能要分割 所以怎么办 就需要写程式 一下就OK 报表马上就出来 你要月报表 我跟你月报表 你要季报表 我给你寄报表 你要年报表 我可以年报表 你要哪个产品的报表 我可以 因为可以马上瞬间分割 你可以很快的针对 你要的资料属性 取得你要的报表资料结果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合并 OK 那我先一步一步来 我们刚刚的程式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中间这一段 基本上就是中间这一段 那我增加了一个什么 判断欧是否存在 如果是存在的话 你就把它删掉 OK 那上面这个 这个注解 我是建议你们以后 就自己写一下 因为当然我看了懂 所以我很懒得写 OK 但是你们看不懂的话 你就自己有点像做个笔记吧 OK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你 假如很懒惰的话 以后你自己回头看 都看不懂 说真的 你不是 除非说你像我们 已经写那么久了 一看 没关系我们可以 但是如果你现在看不懂 没关系 你就多写一点 叙述 甚至每一个 怎么讲 一个方法 的每一个地方的细节 你都可以需要做一些注解 以后你打开程式 看哇一目了然 只要在前面加上 请字号开头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程式怎么写的 其实里面的话 重点就是什么 OS.pass这个 是否存在 第二个的话就是 remove 其实两行 有些东西其实还蛮直觉的 首先的话 我习惯会先把 那个上面的注解 先打完 然后再做什么呢 打一个一幅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 判断某个档 哪个档 OS是否存在 那个 os.pass 所以你就打一个pass 其实它 还蛮聪明的 会帮你列出可能的选项 有没有 清单pass 点什么呢 点exit 其实你打一个ex 它其实也会 帮你把那个exit 跳出来 而且 还会告诉你 刮户里面 请你给我一个pass pass是路径 那什么样路径 其实基本上就给它双以后 那你就直接拿哪一个 其实拿这个就可以了 有没有 r 小r 后面一个完整路径嘛 你把它复制 贴到这个括弧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档案是否存在 如果为true的时候冒号 enter一下 ok 那我们就做什么 就把它删掉 删掉的话就 always 点什么呢 点remove就好了 所以你打一个rem好了 remove就出来了 remove它也会 跟你讲说 你给我个pass 或者是什么 dir 这个后面的参数不管 我们给它一个pass就可以了 那pass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路径 一样 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存在 就把这个删掉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看得懂意思吧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程式的主要 主体都是用复制的 ok 其实主要是知道 你在做什么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 刚刚会不断 膨胀的这个程式 我们试一下 执行吗 oh 我们现在还没删除 oh 现在是 这个86 那刚刚一直行 就会不断膨胀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会不会 因为都加了这个叙述 所以你现在执行的话 他会先检查一下 这个oh 点贴系数 有的话呢 那就帮我把它删掉 有点像你按右键删除 然后再重新产生 所以理论上 这个档案现在是86 如果现在再弄一次 看一下有没有膨胀 还是86 有没有 因为它其实什么 里面有了 那就帮我把它删掉 没有的话呢 基本上 如果有就删 如果没有的话 那跳过而已吧 有没有 所以判断 这个档案是否 如果有就删 没有就跳 跳的话 等于是会重新建立一个oh.tat 就这样而已啦 OK 好 这第一个 所以判断那个oh.tat 是否存在 有的话就删掉 那这个方法 其实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比如说你电脑里面 拿一个档案 是否存在 有的话就把它删掉 不过要特别特别特别小心 因为呢 remove这个方法 如果你有新的人 把它拿来写病毒的话 那不得了 或者你把吸叠底下的windows 底下的system 底下的某个档 删掉的话 那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你吸叠底下 所以有时候这个蛮小 吸叠底下 像我们这吸叠底下 没有windows windows其实里面 只要是 最危险是system 或是system 散热 这里面只要你有一些档 假设不见的话 你可能就无法开机了 OK 所以哦 这个当然如果你要拿来这个血病毒的话 是有危险性的 所以当然我们不要用在 不好的地方上面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城市 是会有一点风险的 是会有一点风险的 OK 好 不过一般人大概不会这样做啦 我只是跟各位讲哦 好 像写一个病毒啊 如果你对哪个人 不是很满意的话 你就记一个remove什么什么的 OK 好 不应该交这个啦 OK 这个当然要把它删掉 好 那再来的话呢 第一个 如果档案存在的话就把它删掉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的需求是 我希望可以把什么 刚刚的o 点ts 这个因为我希望建好之后 其实我其他这些应该就不需要存在了 所以第二个需求是什么 如果我今天已经合并好了 那我要把这些档案全部删光光 那要怎么做 OK 那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啊 因为方法很多 其实基本上哦 删除的方法就remove吧 remove哪一个 remove这一个 虽然我只要怎么把这个一样的路径 把它列出来 然后全部删掉 但是有一个条件 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o.tst以外 所以基本上哦 第一个需求是列出这个资料夹里面 所有的档名跟副档名 并且移除掉 第二个是 除了这个以外 所以写的方法哦 我们来看一下 底下我这边已经有写好了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写的 好像很长一串哦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一串哦 是拿上面的copy下来改而已 OK 哪些地方改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基本上哦 列出那个目录里面 所有的档名跟副档名 我实际上是拿这两行 拿来改 这个的话就列出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 所有档名跟副档名的 但是必须要避开这一个 OK 那当然我们如果不避开的话 Enter的话 其实用刚刚这一行 Remove吧 Remove里面所有的 里面所有的话应该是把它改成这个吧 里面所有的档名的话是这个 里面所有的哦 OK 没有 他就是把这个列出里面的档名跟副档名 所以只要把这个复制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就可以了 有没有 本来是remove这个嘛 那我是把它改成什么 remove 这一个 这个指的是呢 从删重到封源.tst 但是呢 这个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你把这个执行的话 他会连什么 o.tst也把它删除掉 因为他等于是把这个目录里面 所有的档名跟副档名通通删除掉 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做一件事情 就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你要remove的话 你要避开 避开哪一个 避开o.tst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想了一个方法 避开的话 很简单嘛 避开的话就是在这边 多加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 我抓到的那个档名 有没有 就这个 跟副档名 假如呢 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o.tc 那不要删 可是我底下是要删的 所以应该是什么 如果不等于的话 所以不等于 什么呢 o.tst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帮我在remove这样 remove的话就是按个tab键 下一阶 也就是说呢 增加一个过滤哦 什么过滤 就是如果你要删除的话 帮我避开o.tst 这样就OK了 所以哦 特别是哦 如果这样子写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刚刚的话呢 他等于是这个没有删除 那我run一下 给各位看 基本上 run完之后的话 他会避开这个 把这些 除了o.tst之外的 其他档案通通删删 我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run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只剩下o 对 除了他以外 其他呢 就被删掉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其实有两段程式哦 第一段 这个是如果它存在 就把它删除掉 第二段的话呢 就是删除除了o以外的档案 其实基本上 我很多地方都是复制贴的哦 有没有 其实这个怎么来的 这个是拿这个 这两行是 这两行是 查一下这一个幕府里面所有的档案 然后呢 再来做判断 如果 一副 这个档案 所以我们要把它删除的话 这个档案 这个是它的档名付档名 如果那个档名跟付档名 假如什么不等于的话 不等于 o.tst的话 才去履幕什么 所以履幕的话 这边有了 所以你偷懒一下拿这个 这个来复制 那这个是履幕这个嘛 那我们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这一段就可以了 改成删除 这个目录里面所有的档名跟副档名 除了什么呢 除了o.tst以外 ok 所以这个 这两段 请各位试试看 把它执行 比较应该就会剩下 好像全部都把它删光光 因为刚刚合并 所以已经删除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两段城市云端上也有 记得应该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28页 黄色区域的这两段 试试看